在这些上海车展上 第三代的日闪小客首发亮相 新一代的VMotion前脸 它的中膀尺寸更大 两侧它的灯组造型 也是一个V字形 整个前脸更加具有家族式那种感觉了 侧面双色车身 悬浮式的车顶 双腰线设计 它的上边腰线是一个上扬式设计 门下边还有一个 系长的腰线 但这辆车是一个2665的轴距 相信它的后排空间也会有不错的表现 再来看轮胎 19寸的轮毂 马牌的轮胎 比明比是50 承动感也会更加优异 车尾也是双拼色的设计 上边它的车顶有一个突出的小尾翼 下边它的尾灯 它并没有用着贯穿式的尾灯 而还是之前那种分体式的设计 打开它的后备箱 空间一般 下面还藏了一个备胎 就没有什么配置了 它的尾门可没有电动关闭 得这么关 来到车内三幅式的多功能方向盘 底下是有点点评比的 前面是它的液晶仪表 这边是它一个12.3英寸的悬浮式的中控屏 下边是它一个空调控制区 还保留了一些物理按键 挡板还是之前那样的设计 来看它的扶手箱 它扶手箱地位有点紧凑 这边还有一个凹槽 很占空间 要说座椅还得是日产大沙发 它这个座椅坐着确实是舒服 非常的软 你看这个填充 很弹 大家看空间 腿部一拳的距离 头部也只有四只的余量了 空间算是稍微的紧凑了一些 其次就是它的地台 它中央地台是凸起的很高一块的 来坐中间试试 坐在中间是有点拥紧的 坐三个人有点困难了 后排配置它有两个手机的充电口 一个Type-C的 一个USB的 后排的空调 这边还有一个扶手箱 两个杯架 提到日产这个品牌 你率先想到的是什么 是日产大沙发 还是销量王轩逸 还是战神GTR呢 其实销客在国内 它的销量一直都处于塔尖的存在 要说它的动力 115000瓦的功率 CVT的电速箱 这辆车它主打的就是一个省油 对了 这辆车将在今年的8月份上市 我觉得咱们可以期待一下 这辆车身体的脑子 它们可以看出 这辆车身体的脑子 可以看出 这辆车身体的脑子